Hello,大家好,我是大脸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很多在国内很好用的一些营销模式,比如国内非常火的短视频以及网络直播,类似抖音、淘宝直播这一类基于短视频和直播的新商业模式的红利机会。 在海外以Facebook为代表的海外社交媒体对于消费者的购物信息获取和购买决策具有非常强大的影响力。 另外,YouTube作为Google旗下全球最大的视频平台,也同样蕴藏着巨大的流量红利机会,能在国内跨境电商视频营销内容和创意素材缺乏的大环境中, 破为杀出的商家将收获这一波红利社交媒体的兴起,给予了普通大众和传统的媒介公司平等的话语权,大量依靠个人内容的创作和分享,在小众群体中成为有影响力的网络红人,如雨后春笋。 近几年里,我们看到不少卖家与海外行业内红人合作,从简单的测评到推出红人定制款本不一而足,通过这些方式借助红人的影响力,从而在小圈子里迅速打响品牌,实现了用户的积累。 不同国家的风俗习惯与语言背景有着很大的不同,跨境电商和本地电商平台之间的竞争是非常大的,因此跨境电商通过自营家招商的模式和当地电商寻求合作, 以弥补国际商用资源上的不足,不断提高自身在品牌营销方面的综合能力,将自己的品牌发展到国外,为当地消费者提供本地化的服务,打造更好的平台用户体验。 网站平台的内容是个人跨境电商事业的基石,研究表明,平台上的长篇内容包含更多的信息,能更有效地解决问题,产生更好的用户体验。 据调查,在一亿篇文章中,那些超过两千字的文章社交媒体上,更有可能被分享,点赞的人更多,总体上会得到更好的反馈。 另外,随着智能手机和智能语音设备的出现,营销领域的语音搜索,已经成为未来趋势。 由于这一变化,个人跨境电商现在需要向语音搜索这个新领域,打开大门,借助第三方本土海外仓开展业务。 目前大部分的跨境电商企业,纷纷通过海外建仓或租用仓库等方式,来优化物流配送体系。 比如EBli,淘宝海外等B2B,B2C平台通过自营海外仓,或依靠第三方海外仓来解决跨境物流配送管理。 于出口跨境电商企业而言,其优势是非常突出的。 一,是能够从商品价格上实现更高利益,如EBli在海外仓中的商品价格,要高于只有商品的30%,其利润率是显而易见的。 二,通过海外仓来优化电商供应链体系,如对于同类商品,海外仓发货销量要高于中国本土销量的三、四倍。 三,通过海外仓发货,可以降低发货相应时间,提升配送时效。 四,利用海外仓的批量化仓储空间,可以集中海运方式来降低单件物流运费,大大降低仓储配送成本。 五,利用海外仓集中运输模式,能够实现对不同商品重量、体积、价格的统一化管理。 特别是在退换或服务中,更具竞争力。 海外仓的管理,完善的麦哲伦,海外仓管理系统关键,要从大数据技术的开发与利用上, 比如在订单生成、追踪、录入及库存、汇总管理上,实现了自动化、网络化、 对海外仓库存信息,进行高效协同管理。 特别是引入数据分析与挖掘,对客户和市场需求进行精准预测,提升海外仓备货、运货效率。 同样,在海外仓物流模式下,对于消费者而言其优势表现。 一方面为消费者提供更多海外商品,打破传统单件,小包快递对体积,重量的限制, 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化的效益,不断地降低不必要的成本。 另一方面,能够为消费者提供快捷、便利的购物体验,收获时间更短,退换货及售后服务更便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